今天我们十堂课认识圣经 今天到了第八堂 今天我们要看到新约的书信 书信包括保罗书信 保罗书信有十三封 从罗马书一直到非利门书 另外还有一般书信有八封 从希伯来书到犹大书 这些都是新约里面使徒写的书信 是写给教会,或者写给个人的 但这些内容给信徒带来很大的帮助 所以当初的教会,收到这些书信的时候 他们觉得里面有圣灵的启示跟感动 所以他们都把这些书信保留下来了 到最后都汇集成为新约的圣经 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已经从旧约进到新约 福音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包括什么? 包括说信耶稣就不致灭亡,会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在旧约里面,没有讲那么清楚的 然后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受圣灵 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很重要的启示 还有,我们跟主联合,主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祂里面 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也没有提的 这些都是新的启示 而且这些启示带领我们得着救恩 而且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个新的生命里面 同时在福音书里面,也画了很长的篇幅 我讲到说,我们要相信,要有信心 然后要顺服神,我们要谦卑 我要祷告,不住的祷告 然后我们讲话要诚实,我们要宽恕人 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 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了 然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有这些 当然,这些相信、顺服、谦卑、祷告等等 这些,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告诉我们了 所以这些,我们其实读了旧约之后 我们多少都会有这些概念 只不过福音书里面,把它再凸显一下 同时在福音书里面,有更清楚的讲到说 末日会有复活,而且会有审判 这个在旧约里面讲的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 到这里,你看,我们还需要什么吗? 这个好像照理说 好像我为着得救,为着我属灵的生命 好像都够了,为什么还需要书信呢? 为什么还需要使徒的书信? 使徒的书信到底帮助了我们哪些? 第一个,基督徒需要守旧约的律法吗? 新旧约当中有什么关系? 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过去都是守旧约 现在突然来一个新约了 那旧约他怎么办? 那为什么神给他们旧约? 所以这里,主耶稣没有在福音书里面 他没有多讲这些事情 他只是说,他不是要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 但是,这怎么个成全法,没有讲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 会得到什么属灵的地位跟福分 在使徒书信里面,就讲得更清楚了 还有,怎么样靠圣灵能够胜过罪跟肉体的捆绑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主耶稣就没有多说了 因为主耶稣讲的时候,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来 他说,还有很多东西,他要跟我们讲 但是,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领会那么多 所以,等到圣灵来的时候,会告诉我们 这时候,他就借着使徒 把怎么样我们在圣灵里面来,随从圣灵 胜过肉体,胜过罪,告诉我们 在使徒书信里面,更多的描述 教会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教会? 主耶稣那时候,对于教会的描述不是太多 教会怎么样运作,这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属灵的恩赐? 主耶稣也没讲 所以,使徒书信在这一部分 就很清楚的把这些真理,继续的阐释出来 所以,圣经里面它的启示,不是只停在福音书 它还需要经过使徒的书信 让我们对于神的整个计划,整个蓝图 神的心意,有更清楚的了解 所以,我们需要使徒的书信 保罗,他总共写了13卷 在21卷的书信当中 至少有13卷是他写的 如果希伯来书也加进去的话,那就14卷了 希伯来书有可能是别人写,但是不确定 但是,确定是保罗的,是有13卷 就写的特别多 可问题是,保罗他根本不是12个使徒之一 他甚至于本来是一个竭力逼迫教会的人 居然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 就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的名字本来叫扫罗,这是希伯来文的名字 保罗是他拉丁文的名字 后来,当他开始出来旅邻传道之后 那时候,他就面对很多的外邦人 所以后来他就改,都是用保罗的,不用扫罗了 扫罗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名字比较熟悉 但是对外邦人来说,他都是用保罗,这是拉丁文的名字 在血统跟信仰上面 他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 他也是法利赛人 就是对律法非常热心的 他同时又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 所以,他有各方面的优越的条件 他生长在基利加省的大树城 大树是基利加的首府 是一个商业学术中心 耶路撒冷在这,他的基利加省在上面 大树在这里 这是一个崇尚希腊文化思想的一个地方 可是,保罗是在一个非常传统的犹太人的家庭长大 所以,他父亲也是法利赛人 他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 所以,对于律法非常的热心 他跟随犹太教的大师 这个叫做希列的孙子,叫加玛列 希列是当时犹太教里面两个最大的主师爷之一 另外一个叫撒玛 这个叫希列 撒玛是保守派的,希列是自由派的 所以,这两个是犹太教里面两位大师 他的孙子是加玛列 所以,也是在当时地位非常崇高的 所以保罗跟他学,就好像今天在这个研究所 你跟着一个诺贝尔奖的得署 当你指导教授一样 所以,你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他跟着加玛列学习犹太的法典 接受拉比的训练 后来,他可能真的就成为工会的一员 他要成为一个拉比 他必须学习一门手艺,作为他的谋生技能 他就选择制造帐篷 因为基利加的三羊毛跟大树的帐篷是文明的 他的年龄跟耶稣差不多 他热心捍卫犹太信仰 视基督徒为异端 所以,就大力的逼迫基督徒 当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他也在场 他后来在往大马赦的路上 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他遇见主 结果,他就幡然悔悟 被圣灵充满大马赦 然后,他信主之后 神就带领他退领到亚拉伯的旷野 在那个地方,神亲自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他 所以,他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说 他这个启示,他对福音的认识 不是哪一个使徒教他的 也不是他从哪边学来的 乃是神亲自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他这个启示是亲自从神来的 所以,那时候他就突然过去,他在旧业里面所学的 这时候,突然都明白过来了 所以,主耶稣说 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是一个家族从府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这就讲到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里面有旧的东西 但是,他受教成为天国的门徒 他里面又有新的东西 旧的跟新的在他里面 都是成为他认识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之后大概有七年的时间 他就回到故乡大树 在大树,他可能受到很多的逼迫 他可能被鞭打 因为后来保罗在提到他过去的那些经历的时候 他提到说,他被鞭打了几次 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被鞭打过 他有被棍打 但是,他真的没有提到说,被鞭打 总而言之,他在那边讲到他的经历当中 有一些经历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没有的 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他被鞭打 这个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被鞭打 看起来只有在大树这段时间,最有可能 因为后面,前后就没提到了 没有那个机会了 所以那时候,他可能就过着一个被逼迫的生活 但是在这逼迫当中 他自己却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 所以在这段时间,圣经里面没有讲 但是,一定有很多他跟神之间 他有很付代价来跟随神 但是,神也给他很高的启示 之后,巴拿巴就邀请他到安提阿 结果展开他伟大的传道生涯 安提阿之后,他开始传道 安提阿在大树的东边,不算太远 所以他到那边去,就跟那边的教会 开始对外邦人传福音 他写的书信,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可以说春夏秋冬 春是他最早写的,大概是五十一年左右 那时候,他是在第二次旅行的期间 夏是讲到他第三次旅行 春是那时候,他写给铁撒罗一家教会 铁撒罗一家教会是非常幼小的教会 所以他这个内容就比较浅 到夏天,他写的这个内容是最庞大的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他的多产期,那时候写的这些内容 也是他壮年的时候所写的 到秋的时候,是他在罗马被囚的那两年当中写的 这时候,他的生命就更加的成熟 到了最后,他殉道之前 他写的三卷,是写给个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大概是 可以把这些书信,分成这几个时期 其中加拉太书,有人认为他可能是最早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他是在第二个阶段写的 我觉得放在第二个阶段,也是蛮合适的 因为他跟罗马书,其实是相当像的 秋天写的,所谓秋天 后面这里有四卷,算是被称为监狱书信 因为是他在被囚的时候所写的 最后三卷,是称为教牧书信 都是跟牧养教会有关系的 我们先看铁撒罗尼加前后书 他在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 他从安提阿出发,后来到了特罗亚 在特罗亚,他看到什么印象? 马其顿的印象 所以他就过了海,到了菲利比 之后,他从菲利比往前,就是到了铁撒罗尼加 铁撒罗尼加是马其顿的首府 今天算是希腊的第二大城,仅次于雅典 当时也是北部的最大城 这个城,犹太人的人口众多 在历史上,到了全城的半数以上都是犹太人 这个教会是保罗跟希腊,还有提摩太 他们在三个礼拜之内建立起来的 因为圣经里面说 保罗连续三个安息日进到会堂里面跟他们讲论 之后,他就被他们赶走了 就逃出铁撒罗尼加 所以,他们在那边只待了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内,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 当时由于不幸的犹太人逼迫 保罗、希腊跟提摩太就被迫逃到比利亚,在西边这里 之后,铁撒罗尼加的犹太人又追到比利亚 迫使保罗再往雅典跟哥林多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铁撒罗尼加那边的犹太人 对于保罗、对于教会的逼迫是非常凶狠的 不仅保罗离开铁撒罗尼加,他们还不罢休 还赶到壁裂去,继续逼迫他们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铁撒罗尼加的教会,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成长 保罗后来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在那边待了多久? 一年半,一年六个月的时间 这当中,他就两次写信 去兼顾铁撒罗尼加信徒的信心 他在这当中,写了铁撒罗尼加前后书 他写铁撒罗尼加前书的时候 这个教会的信徒得救才几个月而已 他写后书的时候 信徒的灵命也不会超过两年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铁撒罗尼加教会好像是一个早产儿 怀胎时间还没有满,他就生下来了 然后,生下来之后,就遭到很严厉的逼迫 所以,这个教会,他的处境 会让保罗非常担心 保罗就写了这个书信,简估他们 前书里面,主子就是叫他们在背着信仰要受逼迫 然后同时,要盼望主的再来 他每一章都是以盼望主的再来做结束 第一章 保罗为铁撒罗尼加信主的榜样而感恩 第二章,保罗就勉励他们要效仿他的榜样 第三章 因为提摩泰带回好消息 说,他们怎么样靠主坚固站立了住 他就感到非常的安慰 第四章,就勉励信徒要远避迎行,要亲手做工 他同时提到说,在主里死的人,末日要先复活 第五章,就要提到说,要警醒等候主再来 还有最后的勉励 它里面有一些比较我们熟悉的经句 第五章,有提到 要常常喜乐,不素地祷告,凡事歇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 愿吃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生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这个是第五章最后的一节 也是讲到主的降临 这里头,神的旨意是什么?很简单 他说,要常常喜乐,不素祷告,凡事歇恩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所以这篇书里面,他讲的,他没有高原大致 他讲的都是蛮浅显的一些道理 然后,这边也提到有灵与魂与生子 所以我们身体有分几个部分 有灵魂跟生子,这是一个根据 铁撒伦仁家后书 第一章是勉力信徒,在逼迫当中要忍耐 第二个,主再来之前 敌基督一定会先显露的 所以你听到说,主再来 怎么的,不要惊慌 因为敌基督一定会先显露的 然后第三章要是警戒贤难的人 所以跟前书也是提到说,要亲手做工 所以这是一样的意思 接着看到加拉太书 这就进到第二个阶段 保罗算是他的人生历程 他灵命里面夏天的阶段所写的 这时候他是进到第三次的旅行 可能是主后53到56年之间 然后他第三次旅行传道 第二次旅行传道的重点是什么? 从亚洲进到欧洲 那时候停留最久的是哥林多教会 一年六个月 第三次旅行传道,它的重点在哪里? 在以弗所 他在以弗所待了多久? 待了两年三个月 让整个亚西亚省都听见福音 所以这是他第三次旅行传道的重点 在这第三次旅行传道当中 他又写了几本非常重要的书信 第一个可能是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在哪里? 在东边这儿 就是他当初第一次旅行传道 所建立的那些教会 包括在比西底的安提亚 还有以戈念 还有路斯德 还有特比 这是他在第一次旅行传道 所建立的一些教会 现在他经过几年之后 你发现当中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就写了加拉太书 它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 可是又热心于摩西律法的犹太主义者 来到加拉太的各教会 从三方面来攻击保罗的教训 第一个,他们诋毁保罗 质疑他的使徒职份 批评保罗说他根本不是使徒 第二个,他们主张外邦人一定要先受割礼 使自己成为犹太人之后才能够得救 所以你要得救 第一个,你要先成为犹太人 第二个,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这是他们的主张 什么要成为犹太人?要受割礼 另外一个,要守律法 所以他们强调在恩典之外 也需要注重行为 所以就鼓吹基督徒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割礼跟律法,这两个是分开的 因为割礼是给亚伯拉罕的 律法是给摩西的 所以这个都是在旧约里面的东西 可是保罗却说 基督释放的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 这奴仆的恶就是律法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得到自由了 我们已经不像是旧约那样子的 以守律法成为我们称义的根据 我们今天活出律法所要求的,不是在守律法 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新生命的当中 活出一个新的生活 这跟守律法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加拉太书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基督徒的自由大宪章 是对付律法主义者的利器 讲到说,我们已经从律法的捆绑里面得释放了 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是马丁路德改教时候 我最喜欢引用的两本书 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是先阐述 因信称义的得救真理 我们怎么得救?因信称义 然后接下来,他就再论到 以靠圣灵致死,肉体的得胜经理 所以我们不仅要得救,我们还要得胜 胜过什么?胜过肉体,胜过罪 怎么样胜过肉体,胜过罪? 靠着圣灵 所以第一个是要靠信心 第二个,我们也需要依靠圣灵 所以在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里面 你看到前面都在阐述 我们怎么样靠着信心得救 但到后来,都讲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随从圣灵 再活在圣灵里面 这时候就可以胜过肉体 加拉太书的言辞,非常激烈、尖锐 罗马书就很冷静,而且很系统化 罗马书的篇幅比较长,他讲的比较完整 加拉太书主要是针对阴性诚意这一方面 所以它是带着雄辩的口才 在跟教会那些异端在对抗 罗马书是不温不火 就是把整个福音的精髓内容 整个规模就呈现出来 对加拉太教会 这卷书里面,他没有称赞,没有感谢的话 保罗记者,其他书信都会先称赞收信者的长处 也为这个收信者向神献上感谢 连道德败坏的哥林多教会 保罗也为他们感谢神 但对加拉太教会,他没有说任何感谢的话 也没有称赞的话,一开始就责备他们 我吸气你们那么快,就离开你们所信的道 然后这个根本不是福音 你们信的那个不是福音 这卷书也是保罗亲手以大致书写的信 后面很多其他书信都是口述,人家帮他写 但是加拉太书是他亲笔写的 这卷书的纲要 第一章,保罗责备加拉太信徒听从的别的福音 他说那不是福音 他强调他所传的福音,是直接出于神的直接启示 第二章里面 即使是那些大使徒所行的 如果跟福音的真理不合 保罗也不假情面,会当面纠正 第三章,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门徒也是因信而受圣灵 律法是把众人圈在罪里面 只等到基督来到,才得因信称义 所以在这卷书里面,就讲到律法的功能 律法的地位是什么 为什么先有律法 第四章里面,保罗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澄清在他们的心里面 以夏甲跟撒拉来预表律法跟恩典 第五章里面,讲到门徒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 就应该要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这种肉体的私欲了 然后再提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一些 第六章就勉力行善,要做一个新造的人 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他在以波索,不是大概两年三个月吗? 这当中刚刚讲说,可能在这里写了加纳太书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这段时间当中 他也写了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 为什么? 哥林多他是亚干亚的首府 亚干亚是希腊半岛南部这块 他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臣 仅次于罗马、亚历山泰跟安提拉 他人口25万,其中大部分都是奴隶 居民来自帝国的各个地方 人种就很复杂 他是保罗第二次步道当中所到 人口最多、最富裕 也是道德最堕落的城市 古代有个俗语说,要活得像哥林多人 结果刻画出这个城的云会 这个教会,他的口才、知识跟恩赐都全备 但是他们同时却是结党、嫉妒、纷争、属肉体 城园当中,很多是中低阶层的民众 教会身处于最富裕、淫淡跟堕落的大城市当中 道德观念就比较薄弱 他的希腊背景深厚,崇尚此惠 所以这个教会,我们可以跟旧约的一个人物 做一个对照 就是谁? 就是参生 为什么? 参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人 但他的生活、他的生命非常的幼稚 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 他很有恩赐、口才 他也会行义能、义病赶鬼什么 什么都会 说方言、方方言 什么都有 这很厉害 但是另外一方面却是属肉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恩赐跟生命可以是两回事 保罗就说,他不把他们当作属灵的 也许他们自己会觉得他们自己也很厉害 但是保罗说,你们这些表现都是属肉体的表现 这个教会有些什么状况? 第一个,他们分门别类,灵性幼稚 第二个,他们姑息犯淫乱的人 犯淫乱的人甚至于是乱伦的 第三个,他们彼此告状 而且还告到外人面前 另外,他们都按规矩吃喝煮的餐 还有,有人宣称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这教会里面有这些问题 都是传到保罗的耳中 另外,这个教会也曾经跟保罗问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结婚跟首途生哪一个比较好? 然后,基督徒可以吃剂偶像的东西吗? 女人聚会要不要盲头? 聚会里面应该怎么样运用属灵的恩赐? 这些都是这个教会所问的一些问题 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针对这些问题,还有他们的状况 做了一些解答 保罗针对这些问题,写了哥林多前书 就猜题目太送过去 可是哥林多教会没有回应 特别是真的说你们要去对付那些淫乱的、乱伦的 要好好的给他层次 教会没有回应 而且,教会也对他的使徒职份 有些人产生怀疑,所以攻击他 后来保罗就亲自跑一趟哥林多 从以弗所到哥林多 这在圣经里面没有写 但是在书信里面,这边有提到 他曾经去过一次 他要求惩处那个乱伦的人,但是无功而返 所以保罗后来回到以弗所之后 他又写了另外一封错词严厉的信 叫做流泪的书信,现在已经失传了 在这封书信里面,他就责备哥林多人 而且,他就拆提多把这封信送过去 写了流泪的书信 这个时候,以弗所就发生了一场暴动 保罗差一点伤命 乱世平息之后,保罗就来到马其顿 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在菲利比 他之后就遇到提多 提多就从哥林多到了菲利比,在那边遇到保罗了 提多就报告给保罗说 说,哥林多教会现在悔改了 他听到这个好消息,保罗就很开心 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可能在菲利比这个地方 哥林多前书,重点是来论到教会的问题 哥林多后书的重点,是在讲什么? 在讲到主公人的特质 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对保罗自己的榜样,有很多的描述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纲要 第一章 神乐意用十字架鱼拙道理来拯救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 因为这个是一个在希腊的一个教会 希腊人很喜欢智慧的 他就讲到说,神的智慧是用鱼拙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然后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所以你要得着智慧,你就要得着基督 第二章,保罗定义在哥林多信徒当中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拿钉十字架 他不用高言大事来说服他们 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拿钉十字架 他说,神奥秘的智慧,如今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圣灵参透万事 第三章,哥林多信徒他们结党纷争,显示他们是属肉体的 然后,神工人建造教会,最终必须经过火的誓言 第四章,神把使徒明明裂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 第五章,教会应当坚守圣洁的标准,来负其惩戒的责任 第六章,信徒之间不应该彼此告状,而且要逃避迎刑 第七章,论到独生跟结婚,哪一个比较好? 第八章到十章,论到吃既偶像之物 保罗说,不要让自己的自由成为良心软弱者的绊脚石 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要使人得救 十一章,论到蒙头跟圣餐 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恩赐 十三章里面讲到说,恩赐要在爱中使用,才有价值 还提到爱的真谛 十四章里面 论到聚会当中,恩赐的应用 十五章,论到死人复活 在养郎里面,众人都死了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就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第十六章是结语 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 所以它里面讲到重点很多 讲到教会里面各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一卷论到教会问题的卷书 后来他经过了一些折腾 终于哥林多教会悔改了 所以他最后写了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的特点是什么? 是他所有书信里面,最不带神学与教理 最具个人色彩的一封信 他写的比较没有条理 好像想到哪里,讲到哪里 但是里面充满了感情 然后,把他自己这个人 很清楚把他这个人的所示呈现出来 保罗在对抗那些挑战他权柄的假使徒的时候 把他自己摆出来,但不是传他自己 那是传扬耶稣基督为主 即使坚强像保罗,也有那灰心失望的时刻 但主基督总是给保罗足够的力量 甚至于连死亡都能够胜过 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他爱教会 向父母亲疼爱自己的儿女 他管教责备,为他们的争吵分裂而痛心 他也关怀远在耶路撒冷贫苦的圣徒 他就募款周记他们,表明 宋教会在基督里面是一体 也把基督徒彼此相爱,建筑于实行 这篇后书的纲要 第一章,保罗解释 他本来应许说他要去哥林多 可是后来为什么没有去的缘故 第二章,劝勉哥林多信徒 要赦免知错悔改的人 第三章,他承担新约的执事 是凭着圣灵,不是凭着字句 第四章讲到说,他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身显明出来 第五章,他立志为主而活 神也赐给他,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份 第六章,保罗在凡事上写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这凡事就是在忍耐、患难、穷苦跟困苦上面 等等,写明他是神的用人 也提到信跟不信的,不要同富一二 第七章,保罗因为接到提罗带回来的好消息而欢喜 第八章,他就劝勉哥林多信徒要乐捐 记住耶路撒冷的贫穷圣徒 第九章里面,他提到少重的少收,多重的多收 第十章,他为自己的职份来辩护 十一章,他就抨击假使徒 他为自己所受的苦劳夸口 第十二章里面,提到三成天的异象跟刺 所以,神一方面给他很高的启示 另外一方面,也在他肉体上加了一根刺 免得他自高自大,免得他骄傲 第十三章是劫语 所以这一章里面,你们看到保罗 很多里面,提到他自己的一些经历 接着我们看到罗马书 罗马书,他什么时候写的呢? 他第三次旅行传道 他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写了牛泪的书信 后来到菲利比,写了哥林多后书 最后他终于到了哥林多 在哥林多,他待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当中,他就写下了罗马书 罗马书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这是他第三次旅行传道,已经到了尾身了 第四次旅行,就是他被解送到罗马去了 所以,其实他在东方的这些服饰 到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告一个段落 这个时候,他就切心想要往西班牙去开荒 罗马就刚好在中途 所以,他现在在从哥林多写信 他将来想去西班牙,罗马在中间 所以,他打算借着这封书信 使罗马教会明白他的意向跟负担 成为他往西进的后盾 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所建立的 当初五旬节之后,有些人就到了罗马 他们就建立这个教会了 他想去罗马,是想把属灵的恩赐 分给罗马的圣徒 罗马是帝国的首都 是当时世界第一大臣 也是全世界的权力中心 所以,一个刚强的罗马教会 对于福音化全世界,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力 所以,这个教会需要更多的被兼顾 保罗第三次旅行,讲他结束的时候 他往耶路撒冷去 他同时已经有预感 他可能会在那个地方,会遇害 所以,他就请求罗马圣徒为他带导 万一他不能去到罗马的话 这本书至少可以成为一份造就的材料 采扬救恩的基要真理 有一些人论到罗马书 马丁路德说,罗马书是一个大光 可以把全部的圣经照亮 他又说,基督教只要有约翰福音跟罗马书 就不至于消灭,人要发扬光大 为什么是这两卷书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在福音书里面 神有哪些新的启示? 这里也就叫五项 这五项里面有四项,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以,约翰福音非常重要 在使徒书信里面,神又给我们新的启示 这里有四项 这四项,几乎在罗马书里面都有提到 所以,罗马书跟约翰福音,这两卷书 难怪马丁路德说,如果只能留下两卷的话 这两卷应该可以让信仰发扬光大 然后,加尔文他说 任何人若通晓罗马书,便是找到一条 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 因为好像钥匙在这里 然后,罗马书在教会历史当中 它是一个很具有影响力的圣经书卷 奥古斯丁因为读到罗马书第13章而悔改贵族 马丁路德是借着罗马书而领悟到阴性诚意的真理 而掀起了宗教改革 约翰威斯里听见别人在朗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释的序文 就得到了得救的却聚 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 它的纲要,我们看到前面八章 第一章前半是序 这边讲到说,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 它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然后,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第二大段就讲到,我们都是罪人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第一个,不前不义的人是罪人 第二个,世人道德高尚的人也是罪人 第三个,神的选民犹太人也是罪人 结论是,世人全都犯的罪 连一个义人也没有 第三大段就讲到说 我们罪人,我们就需要得救 怎么得救?就是要因信称义 借着信心,我们成为义人,不是靠着行为 然后,亚伯拉罕是最好的例子 结果就是,我们一旦因信称义之后 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因神喜乐,盼望荣耀 第四大段就讲到说,我们要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不仅得救,我们还要得胜 得胜是什么?就是在生命里面做王,胜过犯罪的天性 在亚当里,我们众人都死了 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众人都成为义了 在地位上,我们这时候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 但是在经历上,我们要随从圣灵而得胜 所以,这个是我们胜过肉体的秘诀 这就是说,灵魂的得救 就是在地位上,我们要是靠着十字架 在经历上,我们是靠着圣灵 十字架,让我们在地位上,我们这个人是死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到,我们真的是 这个人已经死了,就需要随从圣灵 接着他又提到说,虽然有苦楚,有软弱 但是由圣灵带导,万事互相效力 使我能够磨成主的形象,而且得胜有余 这是讲到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罪人好像是泥土,这是天然人 得救,让我们成为一个石头,一个活石 但是,我们还需要得胜 得胜让我们成为一个宝石 所以,我们这个人,从罪人到得救到得胜 就好像从泥土到石头到宝石 怎么样从泥土到石头? 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还有我们要有信心 所以,因信称义 所以,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是信心去配合 然后,怎么样从石头到宝石,从得救到得胜 就是靠着十字架跟圣灵 这就是致死我们的己生命 所以,罗马书的前面八章是讲到说 我们怎么样从一个罪人到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第九章开始,进到下一个阶段 九十十一是讲到拣选 里面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角色 讲到说,得救是在乎什么? 第一个是神的拣选,第二个是人的信心 然后,十二章到十五章讲到教会生活 就是要用恩赐来建造教会,用爱来过教会生活 得救跟得胜,就是讲到我们个人成圣 但是教会生活,讲到说 我们要团体来彰显神 所以,不是只是我们个人得救,就到了终点了 没有,我们还需要进到团体彰显神的这个阶段 最后十六章,就是问候 这是罗马书 接着我们看到,现在到了秋天 以佛所书,这个监狱书信 这时候是保罗被带到罗马去 在那边被关了两年 这两年当中,他当然只能接触 身世作为那些罗马兵丁 还有会来看他的那些人 但这时候,他的生命 他写出的一些监狱书信 在灵性上是更加的成熟 以佛所书、哥罗西书、菲利门书跟菲利比书 我们先看以佛所书 以佛所书,他不是在这边待了两年、三个月吗? 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边工作很长的 一段时间的一个教会 以佛所这个城市,它是亚细亚省的第一大城 它拥有亚细亚最雄伟的海港 它在那边有一个雅底米女神庙 是古代七大建筑奇景之一 保罗曾经在以佛所传道的时间 是最长的时间 曾经在这里讲道 两年、三个月之九教一切 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福音 后来,提摩太也曾经牧养以佛所教会 之后,约翰的晚年也做过以佛所教会的监督 所以这个教会,隔天读后 这些很重要的使徒,都在这边服侍过 所以,他们在属灵的悟性跟根基上面 可以说是扎根最深的 以至于保罗可以把最奥秘的启示 向这个教会讲 所以,这卷书的特点是什么? 它这个主题就是教会 Ecclesia,原文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他在这卷书里面提到教会是什么 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第二个,教会是一个新造的一个团体人 他是一个人,但是里面包括很多的个人 他同时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居所 他是基督的奥秘,也是基督的新妇 同时是基督的精兵 所以,教会各方面的这种身份跟角色 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充分的呈现出来 以弗所书被誉为说是新约的阿尔卑斯山 他的意境,他的道理是最高的 是新约书信当中的皇后 是保罗三成天的书信 为什么? 就表示说,这个书信是从天上启示来的 它里面讲的那些都是属天的 以弗所书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的一切,都是按照神在过去的永恒当中所计划的 为了要达到祂在未来的永恒当中的目的 所以,这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一切 这是一本天上的书信 第一章里面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福气 第二章里面提到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 第三章讲到说,天上的各家也跟我们一同得名 第四章讲到主身上的高天,赏识我们各样的恩赐 第五章里面讲到天上的国民,在地上生活的样式 第六章,是我们以天上的恶魔、执政党权的来征战 前面三章是讲到教会在基督里面的客观地位 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乃至坐在天上的 我们得到天上属天的各样的产业 然后,后面三章里面是讲到 教会在主观的实行上的侍奉跟生活 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就是一卷天上的书信 接着我们看到哥罗西书 哥罗西在哪里? 哥罗西在以弗所的东边这儿 它旁边有另外一个城市,非常有名 就叫老底加 所以,老底加跟哥罗西是隔壁的 老底加的规模还比哥罗西更大 当初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呢? 因为第一个,异端侵入哥罗西教会 这个哥罗西教会 大概是保罗在以弗所的两年三个月当中所建议的 因为那时候,他不是让福音都传遍亚西亚吗? 包括哥罗西教会 这异端,他侵入的哥罗西教会 是哪些异端? 第一个是律法主义 他们就拘守割礼、节旗、饮食条例、苦待己身 然后另外一个异端是,诺斯底主义 又称为灵次派 保罗称他们是花言巧语、理学 虚空的妄言,又称之为小学 他们以为物质是邪恶的,是神灵的仇敌 神又分许多等级 最低级的神造出物质的世界跟人类 他们认为得救是要靠智慧物性 不是信心,也不是行为 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智慧 有特别的慧根的 才能够深入明白神的事情 可是保罗却说 神是借着圣子创造世界的 一切的智慧、知识都藏在基督里面 我们得到基督,就得到一切 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切 哥罗西书的主子 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里面 哥罗西书是论到基督的本性跟位格 最丰富的一卷书 讲到基督的所示 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姐妹作 里面很多内容很像 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写的 所以,他对于教会的劝勉 很多用词、次序内容都很像 但是,不太一样的是什么? 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着重在教会 哥罗西书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 着重在基督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头 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是一样的意思,但是重点不一样 一个是,以弗所书在讲到教会 讲到教会的奥秘 哥罗西书讲到基督的奥秘 所以,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基督,他讲到说 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身的,在一切被造的乙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手 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附身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所以很厉害讲到基督里面的琐事,他的一切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所以我们要竭力得着基督 你得着他,就得着一切 所以你在哥罗西书里面,你看到基督的宝贵 接着我们看到菲利门书 菲利门,他是哥罗西教会的负责人 教会就在他家里 他也是保罗带领信主的 菲利门家里面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 他脱了主人的东西之后,就逃到罗马 结果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外打症状 后来他居然跟保罗遇见了 那时候,保罗被关起来 不过他所谓关起来,不是关在监狱里面 也是关在一个他自己租的房子里面 所以,应该算是软禁 总而言之,他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就遇到保罗了 保罗就带他悔改信主 然后,后来就鼓励他回到主人家里面去 去对付他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这不容易,对不对? 他要放弃他自己的自由,回到主人家里面 保罗他因此就写了这一封信 让阿尼西姆带给菲利门 请菲利门要善待阿尼西姆 这卷书的特点是什么? 菲利门书虽然是保罗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卷 只有一章 可是却显示圣灵的大能 如何彰显在这两个人的生命当中 这卷书是为保罗所传扬的福音 做了美好的见证 第一个,阿尼西姆他信主之后,他生命就改变了 他甚至愿意放弃到手的自由,重新回到主人的家里面 面对自己的过错 那时候,奴隶是主人的财产 你一旦脱逃了,现在逃到罗马去 他不是海阔天空,对他自由 他现在居然愿意放下这个自由,回去主人家里面 来面对自己的过错 这如果不是他生命改变的话,是不可能的 然后,菲利门他接到这封信之后 他就顺从圣灵,原谅阿尼西姆 后来,他甚至于就放他自由了 后来,阿尼西姆成为教会的监督 到了他后来的时候 这个也是显示出,菲利门他对着神的信心 还有对人的爱,都是真实的 所以你看到这本小小的一卷书 在这两个人生命上面,你看到福音的大能 这里头,我们也看到福音的药物 不是在改变地上的赤度,而是改变人心 保罗在这篇书里面,他没有在攻击这个奴隶制度 说,这个奴隶制度是很邪恶的 应该要废弃,所以这个如何如何 没有,他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浮在现有的制度底下 但是,重点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所以,你看到阿尼西姆,看到菲利门知道说 他们的生命已经超越这个奴隶制度 所带给人的这些瑕疵 我们为了主的缘故 顺服地上的一切制度跟权柄 实际上还是活在天国里面 受天国之王的管制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百姓 所以你就看到,在这卷书里面 看到这两个人都已经超越了地上的制度了 已经是活在天国里面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菲利比书 这菲利比书,大概是保罗快要得到释放之前 写了一卷书 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 保罗到了菲利比,赶出了污轨 后来他被向到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 昌尸赞美声,就是菲利比 这个菲利比教会 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 成员几乎都是外邦人 因为这个城市里面,犹太人很少 没有犹太的会堂 这个教会是一个纯洁而中性的教会 尤其在奉献攻击方面,非常热心 是其他教会的模范 他这个教会一直攻击,支持保罗的传道事工 甚至于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候 菲利比教会也拆遣以巴佛提,去供应跟照顾保罗 带给保罗极大的安慰跟喜乐 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包括吕迪亚、尔阿爹、寻都基这些人 所以,子妹们比较细心 比较会想到保罗的需要 菲利比书,这是保罗书信里面 口气跟心情最愉快的一封信 他写信的动机是要感谢菲利比教会的馈送 他也预告自己最近可能会得到释放 即使没有得到释放,他也勉励信徒要长进,要童心 他同时要警戒他们要防备那些奉割礼的人 同时他拆遣以巴佛提回去 也派提摩泰帮他传话 这卷书的关键词是什么? 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同心 你看这卷书里面再三提到喜乐 1章25节他说,我既然这样生性,就知道 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 使你们在所幸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足喜乐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你要知道,保罗是在监狱里面 写信给监狱外面的人,叫他们要喜乐 他说,我叫你们要喜乐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难 因为保罗他自己即使在监狱里面,他已经充满喜乐 但是他觉得他需要再来提醒这些在监狱外面的人 他们也要喜乐 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失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所以这篇书里面,你就看到 保罗他自己里面是充满喜乐 他也劝他们这些人,也要喜乐 第二个是要同心 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还有,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可以再听见你们的情况 就知道你们是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然后,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还有,我劝尤阿爹跟荀路基,要在主里面同心 所以这个教会,保罗觉得说,他们已经很不错了 但还需要加强,就是要同心 不要个人追个人的好 要同心合一,兴旺主的福音 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先停在这个地方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保罗最后的三封书信 还有一半书信